我非常推薦買PC HOME的路由器的福利品 新的跟舊的差3000塊 而且你根本不會感覺它是舊的 各位孩子們早安 今天要來分享我們家在裝潢的時候 建置的無線網路的過程 就是血淚斑斑的血淚式 我覺得我們家網路很爛 也沒有到很爛好不好 我們改進很多次啦 我打荒野亂動會斷掉 大家都已經開始 我有沒有要死幾次 我先跟各位講路由器這件事情 其實最早我們在結婚10年前的時候 我就是認為路由器就是買便宜的 就是那種1000塊左右的 結果我發現真的不行 你有沒有覺得我們剛結婚的時候 路由器會常常斷線 你忘記了對不對 我覺得它現在也還是一直斷線啊 現在的斷線跟以前斷線不一樣 就是如果用稍微便宜一點 並不是便宜不好 就是它 如果說你多抬一起點 它真的很容易降機 你常常要關電源 又開電源 很麻煩 然後後來第二階段 換了蘋果的Airport的路由器 長這樣 長這樣 你有印象嗎 有 就是一個長方形的白色盒 對對對 那你覺得那段時間 在舊家的時候 網路好不好 有的時候我還是會翻白眼 就是會去拔插頭 然後就 然後又來了 這樣 對因為其實蘋果現在也不做路由器了 他們現在就覺得可能這塊不好賺 留給專業的去做 那個路由器 其實最大的缺點就是 訊號不好 也不建議大家買那個 可是它很穩定喔 它除了訊號不好 它其實不太會斷線 然後到了第三階段 我有朋友就跟我講說 你真的路由器就要買好一點 我就開始買好的路由器了 哪一個朋友 哪一個朋友 不好說 推薦你敗價的朋友 然後那段時間 我就買了兩台AC3200 就是華碩的機器 我把圖片放在這邊 然後最早 我們家在建置網路的時候 也是用那台AC3200 我就是放在這個位置 我先講一下 我們家大概是30瓶左右 那最早 我真的很天真的以為 一台AC3200 它是很頂級的機器 總一台一萬多塊 華碩的 就可以覆蓋全家網路 後來我發現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還好我在裝潢的時候有流線 那這一台不是3200 這台是我給各位看盒子 這台其實也是華碩賣得非常好的機種 它是AC1900 它有AI MASH的技術 我等一下再稍微講一下 這個技術的重要性 然後所以我們家現在有兩台 那一台在這個位置 好 那我給各位看一下 另外一台在哪裡 跟著我一起go 那這邊是門口啦 這邊是門口 這邊是我 我在這裡 你在哪裡 我在鏡子 你在鏡子 你在裝潢的時候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把光纖網路 一定要先去申請光纖網路 因為尤其是在舊的住宅 一定要讓光纖網路 進來你要的地方 那當初我選擇的光纖網路 就是在剛才那個位置 那個位置是主機 可是我有拉一條線到這裡 這個位置 就是在這個天花板 現在這個天花板 裡面是藏非常多東西 因為它是我們家最中心的位置 你你什麼都都跑出來咯 跑出來 然後我女兒房間在這 然後 右房間在這 啊我跟我老婆房間在這 可是我發現 放在這個位置啊 裡面這邊有牆 所以導致我工作室在那邊 就是在那個位置那邊 它的訊號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把路由器 稍微往前推 我們這個天花板都是空的 然後就變成 新店蔡林的坊間的收訊 就不好了 所以我打算 現在再做另外一種方式 因為現在有一台AC1900 另外一台是放在這邊 然後 我打算把兩台AC1900都放在這邊 一台放那邊 一台放這邊 然後 再把我今天新買要開箱的路由器 放在剛才那個位置 走 我們先去開箱吧 叫新店蔡林開箱 親愛的 你有沒有覺得你老公買得好 買得好棒棒 就是他近期來講 我覺得蠻最好用的東西 哪有 因為我都覺得我打電動的時候 我會斷掉讓我很痛苦 哪有 我都喔 又吃了這樣 然後呢 整點的時候想要看個機票 我怎麼就喔 有點不上 就很怕搶不到 我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AC1900兩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我們家大概有 20到30個設備 其實他真的會當機 這在我用AC3200比較不會發生 上次有一次大當機 公司的小米設備都連得上 家裡的不行 結果我把1900reset一次 就OK了 就是連太多東西 其他一個沒辦法做這麼多事 對 然後所以我這一次啊 想把 他就是我啦 他就是我耶 所以他就沒辦法附和 就當機了 所以我們這次就想說 再把這個AI MASH的主機啊 升級好一點 那等一下我就稍微再跟各位講一下 AI麻糬是什麼 智能的麻糬 智能 裡面真的不大 這裡有一個拍錢包廣告 拍錢包 大家鼓勵國產的支付 這裡有一個 就是那個路由器了 跟各位講一下啦 其實我買的這個是福利品喔 是大家退貨都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單子上面也寫 福利品GTAC5300 我不曉得各位知不知道 我非常推薦買PC HOME的路由器的福利品 你知道喔 5300啊有GT跟RT 你知道GT跟RT的差別是什麼嗎 你覺得看我的表情你就不知道 這不歸我管啊 好啦我講新的 新的話 GT大概在 你只要ADT啊 ADT 你只要Shopping而已 新的RTAC5300啊 大概在1萬初頭1萬左右 那新的GTAC5300啊 價位會在1萬2左右 可是 你知道嗎 我那天為什麼要買這台比較好的嗎 為什麼 因為兩台的福利品價格都一模一樣 都是8500 那我當然買等級高一點啦 好我們打開來看一下吧 好 這裡有寫 極速電競 無線分享器 這台非常高級 希望你買了這台之後 我打電動的時候不會斷掉 這邊 它這裡有一個說明書 步驟 欸很酷炫欸 給大家看一下 它長得還算蠻 就是 有一種科技時尚感 然後這裡就是 呃 變壓器啊 對 然後電線什麼的 好 電拆鈴真的是 說這個是電線 這是網路線啊 你會被罵 你會被罵 好OK 重來只有網路線 網路線 OK 就這樣 欸這盒子很不錯欸 又一定會拿到手 現在華碩的路由器 真的是盒子比大的 其實裡面沒有想像中這麼大啦 好這個 這個很像 你知道嗎 你台字眼上升 還好要是正方式 看一下 就是一個紙盒 然後有一個會員通知書 欸底下還有欸 很多東西 哇 喔 底下是天線啊 1 2 3 4 5 6 7 8 哇有八隻欸 我們把天線拿出來 一路發 一路發 我們家那邊也才三隻 這有八隻 1900是只有三隻啦 你看 你有沒有感覺這一台就比那還厲害很多 光大小就不一樣 就是光有八隻就很厲害 氣勢就不同 對 欸可是八隻裝具會很醜欸 可是我這台要放在哪邊 放我房間好了 放你房子 放了放紙蘿斯 那以後打電動 睡前打電動的時候就不會斷 我要好好想想看 這台可能要放在我們家的正中心啦 這樣整個網路的部件可能就會好一點 好 在新店拆零裝的時候啊 我給各位看一下它最重要的後面 總共有8POR 然後它連接網際網路的是在這邊 這邊 然後有兩個USB的線 那通常USB的啊 有些會支援印表機之類的 不過這兩個USB啊 我比較少用到 什麼是AI MASH 智能麻糬 大概跟各位講一下啦 其實我因為我們家 它雖然沒有搭到很大 可能就30幾瓶也不小 我還是建議一台路由器真的太少 所以需要兩台路由器 新店拆零快裝好了 想要生日蛋糕 哪有 才會 好啦我跟各位講一下 趁它在裝的時候 這個是傳統啊 我們在建置網路都會這樣建置 我用一二三樓啦 會比較好表示 假設你的網際網路進來 那這一顆是Modern 然後接到你的Wi-Fi機 那 假設你家有二樓跟三樓 通常啊 我不會建議全部都用虛擬的 最好拉一個實體的線路到二樓 那你也不要直接從二樓拉到三樓 最好的方式 也拉一個實體的線路從一樓到三樓 類似這樣的布置 可是傳統的Wi-Fi呢 你這三台機器啊 要有自己的SSID 就是你在一樓有自己的Wi-Fi帳號密碼 二樓也有它屬於它自己的帳號密碼 三樓也是有屬於它的帳號密碼 所以啊 假設你的人 完了 沒水了 因為我的筆沒水 我只好用筆卡就來舉例了 所以你的人啊 從一樓跑到二樓的時候啊 通常我們都會用手機嘛 你的Wi-Fi就是要切換 你就是要選擇到二樓的網路 這樣有點麻煩 那AI MASH的技術啊 就是你把它想像成 一樓、二樓、三樓 所有的Wi-Fi帳號密碼都一樣 所以你就再也不切換 有點類似我們手機 在切換行動網路的基地台 它在切換的過程是 你完全不知道 然後它會挑訊號最好的地方 換句話說你跑到三樓 它就自己連到三樓的網路 那Wi-Fi帳號密碼都一樣 那MASH的技術啊 其實不只華碩有 其實很多家都有啦 然後我們自己是比較習慣用華碩的 因為華碩啊 在國際上其實一直保持不錯的口碑 親愛的你裝好了 什麼叫蠟燭? 超多隻八隻欸 欸你會不會罵我 我沒想到這麼大台欸 很大台喔 我講真的 它第一眼就是這樣裝上去之後 有一點像髒衣 非常大的 沒有覺得它很好看 對而且怎麼樣放在我們那個小角落啊 我真的還在想欸 這真的有一點大台欸 對啊沒關係我等一下再用 然後我再跟各位講 如果你沒有想要建置MASH網路啊 其實你可以上華碩的官網 你要買有MASH的機種 就是先買一台 以後預留可能會變兩台的機種 這樣子以後升級才不會跟我一樣 都要全換 因為AC3200居然沒有支援MASH 所以後來又一直買 都不能怪我對不對 我是聽不太懂它現在到底在說什麼 我只希望不管它換什麼 就是網路快一點 我希望打電動不要斷掉 好啦 想要的時候不要連不上 就這樣 那以上就是我們在裝潢 跟我過往使用行動網路的一些心得 今天影片是不是很有營養 就這樣 對啊 結束了 不是應該要讓我打個電動測試一下嗎 可是這個裝需要時間啊 我還要設定MASH啊 好那你先設定 然後設定好我們晚上再來看 好 我網路快不快 好 因為我真的打晃了亂鬥 都會斷掉 好 就這樣 我裝好了 我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由於一開始在裝潢的時候啊 沒有想好 所以 還是有一點小問題 什麼小問題呢 我大概啊 把5300放在這個位置 原本那一台 1900 我大概放在這個位置 主要1900啊 就是給房間使用的 然後 第二台1900呢 在這個位置 因為我當初把光纖 預留在這個位置 這邊 到 這邊 只有一條線 所以導致現在這台5300 跟1900 跟1900 要走Wi-Fi 會佔掉5G的頻寬 實體線 就給5300了 就在這裡 這樣應該已經是最好的方式了啦 因為5300真的非常的大台 放在外面真的有點醜 我現在要來偷窺新電拆領了 我來看影片 他說我不能太高 因為他現在穿的很居家 你今天有試用我新的路由器 感覺怎麼樣 我今天有用那個 手機打了兩場電動 還特地走去以前完全收訊急差的陽台 就坐在那邊打了兩場 是還蠻正常的 還蠻正常的 對有順 其實好的路由器真的很重要 對 所以大家在居家裝潢的時候啊 一定要把路由器的位置先想好 對網路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因為它是以後就是一定要有的東西 而且我覺得主機換了5300之後 其實整個網路感覺上是有比較穩啊 我們家總共有三十幾個設備 可是今天才第一天耶 說得準嗎 對啊也不準啊 因為每次剛換新東西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這個可以 可是用了一陣子之後就發現不行 好 不知道為什麼 那我們就再用個一兩個月以後 然後再來做簡單的心得分享 好 好 今天的影片就已經結束啦 好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們覺得老爸這次買的福利品很棒 請在底下留言 我們明天見 再見 拜拜 拜拜 好